今天是中秋節 不少市民吃完晚飯後外出賞穴 在維多利亞公園機能賞穴 亦參觀到彩燈會 今年的彩燈更加充滿本土特色 梁蘇婷整晚就在維園 蘇婷 你在維園那邊多不多人嗎 鄧俊輝 這裡越天越熱鬧 過了晚飯時間 越來越多人來到維園 欣賞花燈和賞穴 又在草地上更加坐滿了一家大小 吃著月餅玩著燈籠去上月 而回到彩燈會 其中一個焦點活動 沒有火龍就已經開始了 回到今晚的天氣 就真是一般 今晚也有蜜雲 月亮也被蜜雲遮瑕了 要上月也比較困難 不過無損市民上月和慶中秋的心情 維多利亞公園越夜越多人 市民一家大小外出寬度人 月亮團圓的中秋佳節 不光十色的彩燈和擺設 都吸引了不少市民注足欣賞和影響 我覺得今年也做得不錯 大小的球都很漂亮 用水瓶做的 女兒很喜歡這些 你喜歡誰 兔仔 為甚麼呢 耳仔長 今年是04年以來 再次在中秋節出現滿月 晚上7時13分 更加是月亮最圓的時候 有這麼多雲 上月也不太好 你會不會有點失望 都不會 我覺得很漂亮 看到了 都不會失望 中秋節人月兩團圓 一家人坐在草地吃月餅 玩燈籠就最開心 有保安員巡視提醒市民不要包納 他們就用LED燈籃 捉過一個環保的中秋 現在我們起碼用了三年 換電池 希望做一種以身作則 環保就是不要那麼多垃圾 去對聯區 除了欣賞花燈 和大型民族表現之外 現場都有很多工藝師傅 去示範傳統的手工藝 都吸引了很多市民去欣賞 而在佔沙咀文化中心外 亦都有彩燈展 綠組各具特色的彩燈 展示樂也融融的家庭生活 同樣吸引不少市民欣賞 為了方便市民今晚出去慶祝中秋 很多公共運輸工具都加強了服務 例如港鐵線 有很多條線路都是通宵行駛 巴士和小巴路線 亦都會延長服務時間 運輸處呼籲市民都盡量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 避免交通濟塞 我在此報道這麼多 一張時間交給鄧俊輝 謝謝梁素亭 在維園界現場報道 今晚的天氣都算不錯 只是比較多運 但隨著超強颱風天吐 逐漸靠近廣東沿岸 星期日的天氣會轉壞 會有狂風遭遇 天吐距離我們還有一段距離 未來一兩天 就會受天吐的下沉氣流影響 我們預計部分時間有陽光 還有天氣就會變得很熱 稍後的局部地區就會有遭遇 天吐就會慢慢逼近廣東沿岸 星期日的時候 我們的風浪就會顯著轉大 還有天氣就會慢慢變壞 還有狂風遭遇 還有狂風遭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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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